红红经验很丰富 她先把这些残肢断体分门别类的摆放在几处 然后再仔细端详着 再将它们分开 分别安装在一起 又用长针缝补在一起 像安装变形金刚一样 又像缝补衣裤一样 我问红红 怎么就能分辨出来 哪条腿是谁的 哪条胳膊是谁的 红红慢悠悠的说 你做的多了 自然就晓得了 然后她拿起一根断臂比划着说 这人手腕很细 手臂很短 那肯定就是一个又矮又瘦的人的 红红惠人伯倦 寻寻善用 她熟练的摆弄着这些残肢断臂 满脸都是对工作的沉醉和热情 红红还真把我当成了她的徒弟 准备让我长期从事这一项艰巨而又恐怖的工作 也准备把她的满腹才学传授给我 残肢断臂的旁边还有一句完整的死尸 她摊开四肢躺在地上 躺成了一个大字 她的一只脚上穿着黄胶鞋 一只脚光着 两条裤管挽到了膝盖 小腿上露出了浓密的黑毛 这是一句权势 红红对我说 端盆水 给她洗洗 她指着那句权势 我拿着脸盆走下斜坡 看到了那个乌黑的水缸 残缺的缸口朝向天空 在朦胧的月色中仿佛一张张开的嘴巴 站在水缸前我突然害怕起来 我惊恐地向四周张望 担心背后又会出现两个人 自从第一次在这里遇到长生和矮个子后 我每次来到这里都会惊惧万分 那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远处的村庄融入一片黑暗中 近处的造甲树像巨塔一样 又像童话故事里的巨人一样 在夜色中显得恐怖争影 那时候麦子已经收割了 晚风吹过空旷的田野 回荡着呜呜的叫声 像无数的冤魂在低声乌液 我一阵哆嗦 此前阅读过的恐怖小说的情景 突然一下子浮现在眼前 我一遍遍地问自己 难道人死后真的成了鬼 我端着满满一盆水 心惊胆战地爬上坡地 一回头突然看到田野里 真的有两个影子走过来 他们走得飞快 却又悄然无声 恐怖小说里说 鬼魂都是没有重量的 所以才能走路无声 莫非向我们走来的 真的就是两个鬼魂 我异常恐惧 脸盆打翻在地 三步并坐两步地 跑到了红红的身边 我气喘吁吁地 指着那两个月光下的黑影说 你看 你看 哄哄敲声说 蹦出伤 他扒着我的肩膀趴在地上 我的手掌抖抖锁锁地 按在一片黏乎乎的东西上 接着月光一看 手掌上满是误险 血也忘却 看到我的旁边 躺着一具残缺的尸体 刚才我的手掌还按在他 血肉模糊的断臂上 那两个飘忽的身影 穿过田野 走到了马路上 又沿着马路 走到了岔路口 他们站在一棵白杨树下 头对着头 好像在窃窃私语 接着 我看到他们爬在路面上 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然后 他们就走上了 左边一条小道 渐渐地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红红站起身来 我也跟着站起来 我问 刚才 那是什么 是鬼吗 红红不以为然地说 人吗 我长出一口气问他 是人 是人 你还害怕成这样 红红说 这是阵子上两个地痞 啥事都能干出来 比鬼 还叫人害怕 我问 你能看清他们的脸 红红说 你看不清 我能看清 我好奇地 我好奇地问 他们去干什么 红红说 这世界 鬼鬼祟祟出门的 飞奸击倒 我愈发好奇 你咋能知道 红红还是那句话 你看不清 我能看清 顿了顿他又说 他们趴在地上吵 瞅啥呢 估计是瞅脚印了 你等着 这两个坏者 八成还会回来的 我将信将疑 红红的眼睛 真的就跟兽类的眼睛一样 能够穿透黑暗 他真的料事如神 知道人家还会回来 我又去斜坡下 端来了一脸喷水 蹲在了那具全尸的旁边 给他擦拭身体 他的身体散发着 一股汗臭味 他在死亡前 身上的衣服 一定被汗水浸泡透湿 而在这个静静的暗夜里 汗腥味开始散发出来 我解开他的衣服 手指碰到他的身体 他骨瘦如柴 肋骨像键盘一样 条条凸起 我暗自想 这个矿工 可能是在井下饿死的 我拿着布片 沾着洗衣粉水 开始擦拭他的身体 从脸部开始 他脸颊消瘦 我的手指碰在 他突出的颧骨上 像碰在石头上一样 隐隐生透 以前听洪洪说过 矿工死亡后 嘴巴里都会填满煤炭 一定要将这些煤炭掏出来 将他们的嘴巴冲干净 这样矿工在阴间 才不会饿肚子 我一只手捏着他的嘴巴 一只手的手指叹进去 突然他的上下恶合在一起 像螃蟹一样咬住了我的手指 我尖叫起来 声音像刀子一样滑破了夜半的寂静 洪洪问 怎么了 我还没有回答 那句死尸突然坐了起来 月光下 他双眼圆正 显得异常猙獰恐怖 我张开嘴巴 可是发不出声音 我在梦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当我遇到极端的危险时 想大声叫喊 可是总也喊不出话来 那一刻 我如同坠入了极端恐怖的梦中 我的头发根根竖起 我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 洪洪跑了过来 惨淡的月光中 他看到这一双圆正的眼睛 也惊骇的说不出话来 死尸的嘴巴突然张开了 也可能是我的手指挣脱了他的嘴巴 我一下子探倒在了地上 死尸打了一个长长的 酣畅淋漓的喷嚏 突然站了起来 他的身材很高 月光照在他身上 他的身影淹没了倒在地上的我 洪洪说话了 他颤抖着声音问 你是人是鬼 死尸的喉咙 先呼噜呼噜响了一番 像拉响了风箱 接着他也说话了 他问 这是哪里 你们是谁 他转了一个身 突然又问他 咋个会是你们呀 我咋个会到这打 洪洪也认出了 他用手臂拍打着自己干瘪的胸脯 拍打着啪啪之响 声音干燥 就像衣服拍打在墙上 他说 哎呀呀 你个贼挨刀子的 把我差点吓死 我也终于认出来了 他是长生 很多年后 我回想起这晚的奇遇 还感到心机而不可思议 先是两个夜晚行走的 形同鬼魅的地痞 接着是死而复生的长生 长生 他为什么就被拉到了这里 长生说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深处 梅老板早就把地下掏空了 这片土地上 梅老板多达几十个 每个人都开着一个黑口子 所谓黑口子 就是没有合法手续的黑眉窑 碰到上面来有人检查 黑口子就关警停业 检查的人一走 黑口子又会开工 更有一些梅老板买通了检查的人 一年四季昼夜开工 煤炭这么抢手 价格这么高 耽误一天就会少挣几万块钱 不同的梅老板 从不同的方向再向地下挖煤 矿井经常就会被挖通 为了抢占煤矿资源 梅老板之间固凶打架 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甚至还出现过人命案 但是由于双方都是非法开采 一般不会惊动官方 都是私下解决 还有的梅老板找人说事 找着找着 两个梅老板就找到了 同一个背景深厚的人 这个背景深厚的人 收取了两边的好处费 请一桌酒 两边稀释宁人 这个人一定是在官场 树大根深 与黑道盘根错节的人 他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 这样的最好的人选 就是官场上的手握实权的人 比如多年后江湖上出现的穆二小 进西北的凡市县偏远闭塞 盛产煤炭 做梅老板中间人的县检察院 副检察长穆二小 却能够敛财两个亿 昨天中午 长生就走进了这样一个连通的矿井里 他是第一个下矿井 他沿着黑暗的涌道 走上了上百米远 突然听到一声沉闷的响声 还夹杂着痛苦的哀嚎 他知道前面出事了 急急忙忙跑过去想救人 没想到跑了二三十米 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人事不行 在醒来的时候就躺在了这里 我问 矿井下怎么会有爆炸声 长生说 弄不动 长生走过去 查看着一个个被洗衣粉洗干净的头颅 他指着其中一个说 哎呀 这是我老伙计 在另一个矿井里挖煤 他们矿上出事了 长生说 由于煤矿下面的巷道挖通了 所以遇到歇息的时候 大家经常会串门聊天 我这老伙计 怪话最多的 一肚子都是古精 大家歇着的时候 都听他讲古精 哎 没想象 他就这样走了 浪润的月光下 长生满脸悲伤 我猜想 昨天一定发生了这样的情景 长生的这个老伙计和他们黑口子的矿工 从井口下到了矿井 顺着连通的涌道走到了他们的工作面 准备实时爆破 长生从另一个黑口子的井口 也来到了这条贯穿的涌道 长生顺着涌道走上了白米 突然听到了一声爆破声 长生的这些老伙计们被炸得残枝断壁 很快就死亡了 而长生因为闻到了爆破产生的硝烟 被呛昏了 抢救的人以为长生死亡了 就将他和那些老伙计的残枝断壁 一起拉到了这座废弃窑洞的前面 等待着洪洪来入恋 可是不对不对 这群老伙计时时爆破的时候 怎么就会把自己炸得血肉横飞 他们又不是第一次干这样的活路 我问长生 昨天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爆炸事故 长生想了想说 肯定是瓦斯爆炸了 多家的黑口子连通后 通风良好 互为风景 但是如果有一家出现了瓦斯爆炸 则就殃及持鱼 长生昨天就做了这样一条倒霉的鱼 我拿出香烟 先抽出一根给洪洪 洪洪没有拒绝就擒在嘴角 我又拿出一根香烟给长生 长生惊慌的摆摆手 又迟疑的接过了 一根香烟就让他受宠若惊 我们坐在地上 背靠着土摇前面的墙壁 说着往事 一颗流星从天际划过 消失在了浩渺的苍穹身处 一只什么动物从身边跑过了 跑进了草丛里 草丛里传来嘻嘻嘟嘟的声音 连绵不绝 不绝如铝 后半夜的风吹过来 有些凉意 我问长生 上次你们不是说要离开吗 怎么还没走 长生叹口气说 哎 走 往哪里走 回家 回家怎么办 一年辛辛苦苦种极母地 顶多混个度远 在这里虽说危险点 可是有钱账 我问 你有老婆吗 你老婆不担心你 长生说 乡里人 家寒就娶不起老婆 我说 就没有没人给你介绍 长生自嘲地笑笑说 介绍的倒有 可是人家一看屋里 就不愿意了 乡间的爱情 几千年来 遵循着这一套完整的程序 男女双方 即使一见钟情 或者日久生情 也要央求 媒人来牵线 而更多的 不认识的男女 是依靠媒人的介绍后 相互认识的 后来走在了一起 媒人 是相间的红人 是走到任何地方 都会受到欢迎和关注的焦点人物 因为担当这一角色的 往往是一些上了年龄的女人 所以在乡间 媒人又叫媒婆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 媒婆的一双小脚 欢欢喜喜地踩踏在乡间 尘土飞扬的路面上 将日头一直踩踏到了西山下面 他们昼夜不息地奔走着 像一架织布缩一样 勤奋地穿行在村庄之间 将一对对素不相识的男女 织进了家庭里 在古老的乡村 媒婆功德无量 媒婆将男女双方的情况 介绍给了对方后 然后就会选择见面的日子 这是男女双方第一次见面 双方都会把平时舍不得 穿上的新衣裳穿在身上 神情腼腆地来到媒婆约定的地方 媒婆看到两个人都出现后 就会找个借口离开 让两个人私下交谈 过了一会儿 媒婆又回来了 装着事情办完了 男女双方就要见机离开 谁也不能有一依不舍地表示 如果谁还不愿意离开 就会被认为是轻浮不可靠 几天后 媒婆又分别来到男女双方的家中 征求意见 如果有一方不同意 这事就算黄了 媒婆需要另外介绍对象 如果双方都同意 媒婆就会与男方约定日期 让女方来到男方家中看屋里 看屋里这天非常隆重 男方如果家境一般 一定会将村子里 谁家的崭新自行车 推到自己家中 将谁家的缝纫机 摆在当院里 那时候 家境不错的人家 都开始购置三转一响 自行车 缝纫机 手表 收音机 前面三项都会转动 所以叫三转 后面一个会响 所以叫一响 手表那时候在农村 还是一个稀罕 只有那些下乡来的公社干部 才会在手腕上 戴上这样一个 闪闪发光的玩意 收音机也是稀罕 只有大队知书家才有 平时社员们要听广播 只能去村口的电杆下 那上面绑着一个高音喇叭 那时候 如果手表是上海牌 缝纫机是密封牌 或者飞人牌 自行车是飞鸽牌 或者永久牌 收音机是红灯牌 那就成为所有人羡慕的对象 就像今天的宝马和奔驰一样 女方来到南方家中后 如果看上了满意了 双方就开始订婚 订婚是结婚的前奏 订婚后的南方 就开始准备结婚的家具 女方准备结婚的嫁妆 这期间 媒婆不断地来往于双方家中 带着女方家索要彩礼的口音 又把南方家的彩礼钱交给女方家 这期间 双方还不能来往 如果要来往 必须当着媒婆的面 否则会被认为轻浮 轻浮的女子 是会被人看不起的 轻浮的男子 是会被人指挤两骨的 人活脸 树活皮 没有脸面的人 是无法在足足 辈辈生活过的乡村生存的 那时候户籍管理异常严格 离开了家乡去外地谋生 会被当成流窜 犯浅送回原籍